如何将吹弹可破的豆腐做成饺子皮 这怎么能成皮呢 你现在看我的作 甘蔗和柚子在烹制羊肉时能有什么妙用 用甘蔗的甜加辣椒来串新一道羊肉 牛蹄和牛蛙搭配能烹制出什么样的美味 吃起来是糯糯的甚至有一点点护嘴的感觉 敬请收看原味相间新建篇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东陵干江 是一个人文璀璨的千年古役 物产富饶的鱼米之香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运用智慧 将大自然馈赠的食材烹制成一道道 充满巧思的美传佳肴 用塑料瓶制作的钓鱼神器究竟能钓取到什么样的鱼货 这个瓶子在飞速地游走 如何将吹唐可破的豆腐做成饺子皮 豆腐特别的易碎嘛 这怎么能成皮呢 你下次看我的作 柚子皮与甘蔗在烹制羊肉时能有什么妙用 我们江西有鲜辣还有干辣还有铁辣 然后我就是创新一样用甘蔗的甜加辣椒 然后创新一道羊肉 油炸牛蛙时为什么要用到生铁锅 我看你好像还专门换了一口锅呀 牛蛙和牛蹄如何搭配成菜 吃起来是那种香香辣辣的 这个酱汁真的是非常灵魂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 感受干菜之鲜辣香醇 方法哥 可算找着您了 你们这个谷的阵仗很大 这叫什么谷呀 叫德胜谷 这个德胜谷是我们江西非国质文化遗产 我们已经打了十几年 新建德胜谷 声势浩大 古典丰富 阵容壮观 方程豹不仅是德胜谷队的一名鼓手 还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厨师 作为谷队的老大哥 他要做一桌美食 犒劳一下大伙的辛苦付出 方大哥 您这怎么还做起手工来了 我们要用这个东西捕捉食材 食材要用到这些塑料瓶 对 这还带一个鱼钩 这不就很明了了吗 肯定是抓鱼的对不对 对对对 气质不用的塑料瓶 在方大哥手中 却有着不一样的妙用 我们的鱼线加浮飘 就算是完成了 接下来再把鱼钩一绑 对不对 绑钩子也是这样的 这样 打过来 好嘞 你看两头咱们现在都固定住了 对 那这个线我们该怎么整理呢 这个实在算厉害的 很厉害 不用这个长一点的线 抓不住它 对对对 一切准备究训 如此另类的捕鱼神器 到底能捕捉到什么样的鱼货呢 五 二 三 甩到了自己面前 这是出什么问题了呢 形成短的吧 要放长一点 还是不够长的就是 对对对 再放长一点 我们这种自制神器 擦育感觉特别强 纯手动的 我就扔远一点 一 二 三 扔 能相信您这做的神器吗 这个钓鱼比较容易上钩 几个塑料瓶被方大哥全都扔进鱼塘 静等鱼儿愿者上钩 你一定要注意 钓到了以后 那个鱼很凶猛 不至于吧 我看这水面挺平静的呀 上了钩就知道 这个瓶子在飞出的游走 这个瓶子在飞出的游走 三个了 三个了 有一有一有一 哇 来来来 哦 真有哎 哇 王大哥 长得有一点点古怪 你算是它的狐心 七八 八条靴 那就是叫八虚鱼 八虚鱼 粘鱼的一种 它有着肉质肥厚 刺少等特性 无论是炖汤还是红烧 都鲜美十足 其实它摸起来 就是普通鲜鱼 你看你看 还真是 你看比普通的鲜鱼 感觉要活泼很多 它很凶猛 但是它的肉质相当细的 那咱们今天 大概几条够 有三条差不多 自制钓鱼神器 简单又好用 没过多久 几条八虚鱼 便接连上钩 方大哥说 今天要用这些鱼 烹制几道特别的菜肴 方大哥 我看今天这食材 准备得还挺丰盛的 又是排骨又是鸡的 咱们是准备 做一道什么样的菜 所以你没看过 也没吃过 现在开始把这个鱼处理 八虚鱼 土腥味比较重 要反复清洗 直至洗净鱼神表面的粘液 除此之外 还要耐心去除鱼腹中 淡黄色的脂肪 八虚鱼的处理才算完成 这个切下来质感 有一点点像 颜色稍微浅一点的三文鱼 而且没有什么刺摸起来 我来试一下这半边 完整取下了 对 一般这么做鱼的话 很大的可能性 是要给它片鱼片 不是 我们是鱼蓉 忽略了 还可以刮鱼蓉是不是 对 这个我会 你会 对 就是拿着刀这样直接刮 不是这样的 又不对 对 那应该怎么着 砸一下是吗 对 用刀背反复敲打鱼肉 将紧实的鱼肉敲松散 这样做才更方便刮下鱼蓉 已经成这种绒状的了 没有什么颗粒感 那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做 我们要调味丧性 加入胡椒粉 盐 淀粉 摔打上劲 邦大哥 咱们的鱼蓉已经好了 是不是就可以用它来做丸子 不是做丸子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不但没有吃过 还没看过这个菜 那还能做什么呀 鸡啊 肉啊 我们要熬吃高汤 我们先把这个骨头处理 块要切这么小吗 这个我们后面还有用处的 所以不仅要用高汤 对 还要利用它的材料 哦 猪排骨剁块 焯水断生 再用鸡肉一同入锅 撒盐调味 半小时后 一锅量汤 鲜美十足 那咱们现在是不是要把这鱼蓉和豆腐下到汤里 不是 又猜错了 这还能怎么组合呢 我们要先把这个高汤盛起来 让它凉 还得凉制 一般这汤不都趁热喝吗 不是 这个放凉了以后 还要净制下一步的豆腐 所以今天到底做的是一道什么菜啊 豆腐鱼卷 豆腐鱼饺 听起来让人一头雾水 方大哥会用它们制作出何种 非比寻常的饺子呢 我把豆腐 做成饺子皮 那豆腐 你看这不还是一样特别的易碎吗 这怎么能成皮呢 你下次看我来做 方大哥摒弃宁神 慢慢将豆腐 片成薄片 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把 路线 放进去 还真有点像 你这么一看 就像饺子皮一样 在纱布的助力下 豆腐薄片被方大哥缓缓折叠 轻轻按压下 一个用豆腐包制的饺子 逐渐成型 是不是得把旁边稍微 对 整一整 整一整 真成一个饺子了 结果就把这个东西 轻轻地把它放在这里 不过我还想问一句 为什么一定得等这汤放凉了呢 热的话呢 豆腐会浓掉 明白了 一下烫熟了 对 是吧 慢慢慢慢地 等下去加温 细腻的刀工 充满巧思的创意 方大哥可谓煞费苦心 我们那个德性骨团队 我们已经勤了了十几年 大家相处得相当好 本性我就是一个厨师 表达一下我这个诚意 那咱们这个热上之后 多长时间可以吃了 让水开到一两分钟 九个月吃了 这个巴虚鱼 给它包在了里边当馅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 其他的做法呢 焦织巴虚鱼 那个听起来味道 好像会更浓一点 是不是 巴虚鱼切断 蛋清与糖均匀涂抹鱼身 最后撒上淀粉 油炸定型 各色辣椒为主料 烹制而成的酱汁 浇在炸好的巴虚鱼上 一道色香味俱全的 胶汁巴虚鱼完美收官 此时 豆腐鱼饺的威质 也大功告成 一场丰盛宴席 正式拉开序幕 今天晚上请大家来 到这儿坐一坐 品尝品尝一下我的手艺 来 万一鱼老弟 请 手艺还可以 我让一个 好鲜 因为我们这个高汤底 是拿这鸡汤排骨汤 熬出来的 所以它自然的 这个底汤的味道 是非常非常浓的 一桌美味 饱含方大哥的无限深情 这其中 既是家乡味 更是人情味 小湖 这就是土菜研究院 您别说啊 这屋子虽然小的里面 东西还挺多的 像一个藤宝阁一样的 邓国龙 从厨三十余年 尤为擅长烹制传统干菜 几十年来 它跑遍整个江西 寻找特色食材 在守正中创新 邓哥 我发现您这研究院里边 都是一些当地的土特产是吗 对 不仅是我们家乡的土特产 还有整个江西的土特产 那咱们新建区有什么特色呢 这边去 这边有啊 今天我们就会用到它 您打开闻一下 但是我怎么在里面 闻到了一股肉香味呢 是因为那个酱汁调的好吗 来一口试试 很脆 特别地脆 对 果然是有 干菜的威力 很辣 但是非常非常的香 邓哥 那这一罐里面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是刀豆 这个是我们夏天才会有的豆子 它是一种扁的 扁扁的像一把刀一样的是吗 对 叫刀豆 对 明白了 那这个咱们就烧上了 对 好吧 参观完邓大哥的土菜研究院 他带领味道调查员 来到一片柚子园 他说 接下来要做的美食 除了需要腌制好的刀豆 新鲜的柚子也不可或缺 这柚子确实好吃 但咱们今天不是做菜吗 为什么要用上柚子 我们是要用的这个柚子的皮 一般咱们选用的 不都是那种薄一点的柚子皮 做菜比较好吗 今天做的菜 选用的就是要选这种的 比较脆 怎么去辨别它这个脆度呢 这样掰什么 对 它其实脆的是外边这层黄色的 带有一些清香味的汁水 味道还是比较浓的 邓哥 这一框柚子的皮 应该够您用的了吧 够了 肥美的羊肉 爽辣的刀豆 新鲜的柚子 各色食材汇集 接下来就看邓大厨如何发挥吧 那我们先来处理哪一样食材呢 这块羊胸排 肥瘦正好合适 现在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 给它清洗表面的油脂 我们首先要用到的是面粉 借鉴了洗肥肠的方法 给它搓洗一遍 面粉均匀撒在羊排表面 加水不断揉搓 面粉有比较大的吸附性 可以吸附掉羊肉表面的杂质和油脂 将羊肉洗得更干净 现在我们给它改刀 首先把它分割出来 我看您用的刀还不一样 剁肉不都用砍刀吗 这是一个片刀 我们先片小来 然后再用剁刀来剁它 这两个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 差不多这个砍刀重量 是我们片刀的五六倍 是得有的 对吧 你看厚度也不一样 那接下来骨头这块就得上这个了 是的 从这边划开的地方剁一 我这精准的每一刀下在了不同的位置 这一块都会被我剁烂了 我看看您这技法如何 邓大厨手起刀落 很快便将羊肉分割完毕 入锅焯水断生后 捞出备用 现在我们要用到桌上的食材 给它去异味了 去异味 桌子上这些东西哪些能用得上呢 这个应该能用上吧 葱 姜 找着两样 其他的总不可能用这个什么萝卜 甘蔗 对了 我们就要用到那个甘蔗和萝卜 这个我们是去掉它腥味 然后是不用的 甘蔗给它增加鲜甜味 我们用一部分甘蔗 等下这甘蔗我们还有妙幼 羊肉已经炖上了 现在我们扎这个时间 可以把这个柚子处理一下 这个柚子皮吸收那种羊肉的鲜味 羊肉又吸收这种柚子的清香味 新鲜的柚子取起果皮 切成薄片 加入盐和糖反复揉搓 去除柚子皮的苦涩味 刚刚是比较饱满的状态 现在已经有点干巴巴的了 然后再焯一下水 清洗几遍 就可以彻底清除它的苦涩味 邓哥 您之前还剩下 这几根甘蔗还没用呢 这个甘蔗是榨汁用的 代替米酒 然后加到羊肉里面的 加米酒又是起个什么作用呢 我们江西有鲜辣 还有甘辣 还有甜辣 然后我就是创新一样 用甘蔗的甜加辣椒 然后创新一道羊肉 所以原本的传统吃法是拿米酒 对 用米酒的甜料提升羊肉的鲜 甘蔗富含蔗糖 果糖与葡萄糖 用榨好的甘蔗汁代替米酒 是邓大厨的创新之举 柚子皮经过三次焯水 完全去除了苦涩之味 只留下淡淡的清香 邓哥 这是您准备好的柚子皮 这是我榨好的汁 我们是不是把这些包括刚才在您研究所里边带出来的包豆 然后一起加到我们的这个羊肉里面就行了呀 不是这样的 我们那个羊肉还没有剁了 剁了之后还要焖烧 怎么看现在炖得如何了 你看一下我们用筷子轻轻地擦一下 能把肉直接擦进去 这样就可以起锅了 差不多这么大小就行了 对 有肥有瘦 还有这有嚼劲的这个羊皮 口感肯定好 这个应该是能吃的状态了 可以吃的 那我尝一口 看看我们这个萝卜和甘蔗去山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第一瞬间尝到是一股清甜的味道 对 还吃起来真的没有什么山味了 待会再给它加工一下 应该会更加入味 更加乱 对 我们江西的特色是烧 把它烧得汤汁浓稠 起锅烧油 爆香作料 倒入切好块的羊肉 不断翻炒 甘蔗汁 酱油 皮色增香 烧豆是最后的时候放提味的作用 柚子皮铺底 烧好的羊肉盖于其上 葱花点缀 邓大厨的创新菜品 羊肉焖刀豆 喷香出锅 尝一下我们今天吃的新菜 土菜 所以我们是第一批试吃的 对对对 咱们这个口味是一种甜辣甜辣的 各样食材融合得特别的好 嚼劲 有嚼劲 哎呀 小小美食家 邓国龙用家乡的特色食材 在老菜的基础上加以创新 既饱了家人们的口福 也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 邓哥 您叫我到这集市上来 是准备买些什么东西啊 先给你猜一下 跟肉有关 跟肉有关 对 猪肉是吗 不是 猪肉还不是 还有什么呀 羊肉 牛肉 鱼肉 瞧一瞧 看一看 再看一看 邓云飞 一位热爱烹饪的美食达人 在追求美食的过程中 他总是有很多脑洞大开的做菜方法 那么在这熙熙攘攘的集市中 邓大哥所需要的食材 到底是什么呢 哎 邓哥 这儿有牛肉 是不是 猜对了一半 不是 猜对了一半 那就是牛身上的部位呗 是的 牛身上部位 那这儿只有一个牛蹄了 就是牛蹄 但我感觉这个没有什么肉 它只有皮 好像带点筋 烧出来就带点筋 那咱们就把它买下了 好不好 好 牛蹄算是买好了 就可以回去做您说的这道美味了 不 我们还要找一个食材 还有一个什么食材 跟牛子也有关系 跟牛子有关的食材究竟会是什么 邓大哥觅而不宣 他带领味道调查员来到一个大棚前 答案就藏在这扇门的后面 救命 不行 我得赶紧背过身来 我现在感觉有成百上千双眼睛盯着我 你像这个牛蹄我们大的可以转到两千克 其实牛蛙还是比较温顺的 是 怎么看这功能的 功的这有发纹 就这一块 对 黑色的这种类似于斑点状的是吧 是 如果是抹的就全部是白的 所以咱们一般吃牛蛙的话 优先挑选供牛蛙 是吧 就这块外表滑溜溜 但里边全部都是肉 牛蛙 高蛋白 低脂肪 再加上其细腻的口感 是无数老汤们钟爱的美味 在川菜大厨手中 肥硕的牛蛙与鲜美的鱼头搭配 便可成就一道麻辣鲜香的美蛙鱼头 春笋与牛蛙结合 一道创意满满的春笋火焰牛蛙 给人带来视觉与味觉的双重享受 接下来 邓大厨将会用牛蛙与牛蹄碰撞出什么样的菜品呢 邓哥 你看像这牛蛙还有牛蹄 单独来看都挺牛的 都是一道横菜 那您怎么想着把这两样给结合在一起了呢 因为这道牛脚 是我们邦地的一道特色 再来我个人比较喜欢做这道牛蛙 所以我在想 这个牛蛙如果能跟这个牛脚一起弄那一道菜的话 我感觉这个菜的风味就出来了 而且比较大气 所以先从哪样食材来入手呢 先从这个牛脚开始 提刀剁骨 将牛蹄进行改刀 骨头实在是太硬了 没两把刷子真剁不来 剁出来了之后 里面的这些应该就是咱们要享用的美味了 对 牛筋 牛筋 你看这一根一根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包裹在骨头外边这牛皮 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肉了 就是骨头 按您的喜好来说的话 就整根这牛蹄里边 最好吃的是哪个部位 最好吃的是牛蹄在下面 这个比较嫩的 带点牛筋 它的肉呢 烧了之后比较浓 胶脂比较脆 然后胶原代板也比较高 但是我看它这个牛蹄 简单处理之后 味道还是挺重的 对吧 目前味道比较重 等下处理好了就没有那么的味道了 牛蹄块下冷水 姜 葱 白酒 陈醋 去腥提鲜 各种调料通力合作 十分钟左右 牛蹄焯水完成 捞出待用 这焯完水的牛蹄 看起来是紧致了很多 但是摸起来有点硬邦邦的 这肯定不好嚼现在 是 用血火 煮一次两个小时之后 它的肉汁就松软了 哦 时间是两个小时 桂皮 白芷等香料 入油锅爆香 下入牛蹄块 酱油蹄色 翻炒均匀 加水和盐 炖煮软烂 它这个汁已经非常的丑 跟勾勒芡一样 其实是里面的胶原蛋白流出来了 对 而且它上面挂的这个皮 很软弹 口感肯定非常棒 这牛蹄咱们已经处理好了 牛蛙呢 牛蛙基本上这个我们是处理好的 我看你好像还专门换了一口锅 对 换了一口生铁锅 生铁锅 对 那按您这么说的话 刚刚咱们用的算是熟铁锅吗 邓大厨说 相较于熟铁锅 生铁锅传热均匀 更容易控制温度 猪油与植物油联手 激发独特香气 150摄氏度左右的油温下 牛蛙入锅炸制 随着蛙肉的表皮慢慢紧缩 香气扑鼻 牛蛙的炸制才算完成 看看啊 这是炸好的牛蛙 还有咔咔的声音 你看 这面焦黄了 这面 它有一点点像咱们平常吃的那种 派台的那种质感 对不对 薄薄脆脆的 那这个的话 我们就可以放置一边备用了 两种主食材各具特色 在调味料方面 邓大厨更是别出心裁 独头蒜 独头蒜 这个是比普通的蒜 味道会更浓一点 独头蒜 还有我们淋粉酱料 黑乎乎的 有一股发酵过的那种酱香味 是 我们这是蚕豆酱 蚕豆 拿蚕豆发酵出来的酱是吗 正可以增加它的甜香 我基本上不放糖的 烧这个菜 所以我们的这个菜里面的甜度 是来自于蚕豆酱的 关键的是我们烧的菜 一点水都不放的 那它的汁水来源是什么呢 啤酒 啤酒 对 可以起这个去腥 增加香味 酒香味 比较浓 哦 独头蒜 辣椒碎 在热油中迸发辛辣香气 牛蛙入锅 依次加入蚕豆酱 啤酒 朝天椒 中火慢炖 酒香 酱香 辣香 在沸腾中渗透交融 让这一锅牛蛙活色生香 咱们这边牛蛙已经孤独上了 牛蹄什么时候下进来呢 嗯 先别急 稍微把这个汁修浓一点 再把牛蹄放进来 让肉味更快 我发现在江西这边做菜 它都是颜色比较重 然后酱汁感比较足 是不是 是 酱香味浓 嗯 大火收汁 牛蹄入锅 葱蒜提香 五分钟后 一道充满创意的菜品 浓香出锅 来 尝一下这个牛蛙 味道怎么样 我来尝一下 我还第一次吃这种带皮的 这个牛蛙皮啊 炸了之后 它可能会酥脆酥脆的 但是经过最后那个炖煮 它其实又软化下来了 吃的口感有一点点像什么 增厚版的那种鱼皮 然后吃起来是那种香香辣辣的 这个酱汁真的是非常灵魂 因为你像牛蛙 还有这种牛蹄味道比较重的 我们这个一定要有辣味 才能够压下去 它原本的那种异味 对不对 是 再来一口这个牛蹄 这一口吃下去 感觉自己的美丽值会上升几个度 它胶原蛋白更足一点 所以吃起来是糯糯的 甚至有一点点护嘴的感觉 两种不好对付的食材 经过邓云飞的精心烹制 呈现出了与众不同的风味 美食 美食不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方程豹用心烹制的豆腐鱼角 包含着他的情意 善于钻研的邓国龙 用一道道特色菜品 款待着八方宾客 邓云飞融会贯通 将难得的食材 烹饪成餐桌上的饕餐美味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 让独具特色的舌尖美味 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